本以为我坐镇此处还能苟延残喘几十年 但突然发现有些恶后人当不及了 我有小陈杀伤的规矩 只要他胜人怪罪 我也会受牵连 平安 若有能耐呢就抢 没能耐 想逃 为了顾灿的将来 他与陈平安之间的因果也分分 必须斩得一干二净 什么狗皮紧张任意 你可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 放肆 这不是我追求剑道 不可挫杀 不可放 我要怎么做 是我的事情 你别管他